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是一场2020女来世界杯的小组战 是由我们中国队对阵曾经的亚洲冠军 韩国 两队都是全主力阵容出战 请看这球 韩国队这边优先抢到球群 马达到2分 这是来自韩国的27号 请来 本场比赛我们的首发阵容是 中锋里月如大天风黄世进 在外线上 有杨丽维 王思雨 加上林梦 这球省心是一个失误 确实本场比赛韩国队 对我们中国队 还是 在开局上战术执行的非常的明确 就是逼迫中国队的外线 不断的给中国队外线 持球人的压力 因为他们也知道 我们中国队内线像有李月如 加上韩旭 实力很强 一旦将球打到内线 对他们来说 基本上是很难防得住 刚才杨丽维突破 为外线的黄世进 创造出了机会 第3分球 这边韩国队的漂白针 刚才也是自己想强打一个 中锋里如提到高位 黄世进 黄世进直接掉给内线 漂亮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中锋队内线 其实实际还是很强 他觉得我们中国队这边防守还是不错 不管是球员轮转方面 还是好位的挡三 补防 还是非常的及时 哎 这球非常明显的一个走步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我们看韩国队这边开局 打了一分多钟 也是换上了替补球员 5号 朴智协 这名球员也是非常的年轻 5比2 我们中锋队 在开局的防守端 做的还是很出色 好球再往李改 这次是小宝李月如提上高位 直接一个高低位的配合 这球裁判没改 我们看中锋队的防守反击 马斯宇自己突破 杀到内线 非常的可惜呀 这次2加1是没能打成 马斯宇开局上来 确实是 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的速度优势 不断的去冲击韩国队的内线 我们中锋队跟韩国女兰 确实也是老对手了 我们中锋队跟韩国女兰 大球杯还是女兰世界杯 都是有过数次的交手 我们中国队可以说近几年来 是胜多负少 但是从历史的交锋上来看 还是难分不中 我们中锋队这边守了一个群场 我这球韩国队应该是自己碰出了底线 诶 裁判是给了韩国队的情场球 那这波进攻韩国队只剩12秒 中距离 还是没有 韩国队目前为止 开球之后 打中了一记运动战的两分球 目前只拿到两分了 比赛已经进入 接近打了四分钟的时间 我们中国队可以说是在防守端很好的 限制住了韩国队 好球又是王思雨的一次抢断 从开局的几波攻防来看 我们中国队的状态很好 我们看我们中国队是否能够延续这种高强度的防守 好的 直接是李月如冒掉对手 中队反击过来 李梦的完全空位机会 我的天啊 开局我们中国队几乎是大风呢 13比2的开局 这也是让很多球迷朋友完全没有预料到 作为曾经的亚洲冠军 看国队今天是否 能够 拿到第二次运动战的得分 直接交给内线 对于雷如内传内这球对方已经是没办法 这球对方已经是没办法 没办法 对于雷如内传内这球对方已经是没办法 杨力威两把两中 比赛打了将近半截的时间 中复队15比2 已经取得了13分的领席 全国队也是开局打进那球之后 就再也没有得分 5.5段的交叉配合 还是没有 这球 黄思雨是想给到内心的李梦 这球是全大的 想法是没问题 咱们这支阵容 比这支海洋队来说 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一些优势 所以中队别着急 每个点都是有机会 韩国队还是要往里面杀 中国队后场球 其实韩国队的 在外线的手感并不好 但是他们杀到内线去 中国队这边是 特别是李月如 这个点的话 优势还是很明显 即使韩国队突破了中国队外线的防守 杀到内线也是非常的困难 李月如 在南下拿球直接造到了两名韩国球员的包夹 从开局来看韩国队手机的状态确实是很差 在防守端 也防不住进攻端手感并不好 好球 两把一中 这边韩国队是球云之机的跑位重叠了 但是中国队稍显犹豫的一瞬间 让韩国队 这是非常一个致命的失误 让这波进攻韩国队连拿到四分 其实韩国队的整体实力并不弱 我们中国队虽然是开局 比分领先的比较多 但是面对这种老牌的对手 我们中国队还是不能有所松懈 韩国队的前面一个后仰 好像李月如的防守 稍微短了一点 直接调给那些李月如 裁判给了李月如一个进攻犯规 我们看这球裁判 这少啊 还是有在上去 但是这种国际大赛上 确实有很多规则 跟球员之间的身体对抗 催法尺度不一样 现在我们中国队这边也是做出了换调整 换上了李源和韩旭 那这样 我们中国队的整体移动速度是比刚才那个阵容要快 我们都知道李源身高只有1米7多 而韩旭 确实身高上跟李月如相差不大 但是他的体重跟移动速度啊 确实要比李月如要快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韩旭的身高臂战 加上自己的灵活速度啊 在韩国队来说 能跟他队位的球员也是很少 我们看通队能否利用这一点 也掉个内线杨丽维 哇好球啊 漂亮的战术 完成的很好 我们看中国队这波防守的移动速度是明显的 比刚才惯防要快 韩国队突底线 中国队防得不错 这波进攻时间还有两秒 韩国队的出手强行三分 还是没有 中国队快红反击 韩国队的退防速度还是很快 李梦三分球怎么样 裁判怎么改 给了韩国队的后场球 第一阶比赛还有两分半钟 二十比六 中队继续领先的两位数 好球 又是黄石进的一击 空感 哎 然后另外一次失误 不过我们的退防速度做的还是不错 然后对直接做到底线想单吃里约啊 这球里面顶的非常好 但是让韩国队外线出现了机会 投中门场比赛的第一季三分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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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短了 这两波进攻韩国队打的还是很近距 造成了杨丽维的犯规 那这样韩国队有机会得分上双 来看5号朴志炫的发球 作为一名0.00后的球员 也是韩国队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小将 韩国队在这发阀之后 也是达到了10分 把两中 手机比赛还有两分钟不到 韩国队还有9分的领起优势 这样韩国队连追了5分 我们重队也是继续做出了换调整 换上了开阵棋 好球 李云终于是做出了回应 我们都知道李云身材是比较难小 他的特长就是自己的速度优势 持球快攻 虽然在防守端容易被对手针对 但是在进攻端里云的话 必须得打出自己的特长 高位挡猜突破到内线一个左手 自投自强 李梦沙拉来下一个挑难得手 运用特别好 一防一 韩国队第一节比赛最后一波进攻 哇漂亮的防守 这边直接是造成了韩国队传球失误 那首级比赛 中国队也是最后一攻的机会 13.5秒 后场发球 时间还是非常的充足 反正最后这一攻 韩国队提前吹了犯规 那首级比赛 李梦沙拉执行之两次发球 我们现在手机比赛 最后的几秒钟 中国队其实从整体来看 在手机打的是非常不错 特别是在 防守端 韩国队在 大半截的时间 几乎都是被中国队防的 完全没有出手的机会 好的 那首级比赛结束 中国队领先16分 进入第二节 这个比分分差 确实令很多球迷 完全没有想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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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